大家好,欢迎回到谈古论经,我是老潘 川普又遇刺了 这个新闻是昨天的新闻 由于太晚了,我就没有做视频 但是呢,这个川普最近是多灾多难 上次跟那个Harris辩论 然后辩论还处在了夏丰 这个骂街,骂不过那个女的,比较惨 然后现在又被,再次的被刺杀 不过是这个刺杀也是一个失败的刺杀 据说是一个,好像是个五十多岁的夏威夷的这个居民 跑到佛罗里达去,然后在那个高尔夫球场那个地方埋伏 拿着一个类似AK47的一个那种枪 然后还有那个瞄准镜什么的 然后还有,最奇怪的是他还拿这个GoPro GoPro是YouTuber经常用的东西 就是你如果在室外做视频的时候 经常拿GoPro比较方便 所以我觉得很奇怪 这个人难道他是一个YouTuber吗 这个YouTuber拿这个GoPro打算是一面刺杀川普 一面向这个社交媒体这个发布这个最新的这个刺杀动态还是怎么的 反正这个人被抓了 这个人是还没有,好像是还没有开枪 就被这个Secret Service发现了 那发现了以后他就跑 开车跑了 跑了以后后来高速公路上被拦截下来 然后现在这个人今天好像要去这个过庭审 这个事情反正是我个人认为是挺戏剧性的 这个在高尔夫球场这种比较宽阔的地方确实是比较难藏人 所以川普应该说连续两次逃过 逃过两劫 这个可以说是比较幸运 那么但是川普遇刺之后呢 他跟上次不一样 上次川普遇刺之后加密货币大涨 这一次呢是川普遇刺之后加密货币开始大跌 当然也还没有跌多少 现在只是个正常的回调 这个S&P500也是跌了 我看一下S&P500是跌了一点点 那这也是跟S&P500呢去到了他的automite附近有关系 在这个地方要一下子冲过去 我个人认为是没那么容易的 他估计要在这边挣扎一段时间 所以这段时间这个回调呢 可以说是技术面上来说是一个正常的回调 但是他回调幅度呢 最好不要掉到这个绿色蜡烛的一半 就是他最好不要掉到5516点的下方 掉这个下方的话呢 这个形态就变得很弱了 他现在呢 这个绿色蜡烛占据了这个红色蜡烛的大部分的空间 应该说还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回调 或者说不错的一个反弹 那么他现在呢又要回调 如果回调到5516点下方 这个形态就变弱了 现在是一个比较牛的形态 因为他的低点在不断的升高 所以要看接下来的几天 这个市场会做何反应 川普遇刺呢 应该说只是一个回调的借口 应该不是这个 并没有发生这个 其他的因素 能够让这个股市发生比较大的回调 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因素 就是美联储很快就要加降息了 星期三 18号下午应该是美冬时间 18号下午的两点到三点钟左右 这个就会公布这个降息 现在25个基点几乎是市场的所有市场的共识 降到50个基点的可能性并不大 估计只有20%左右的几率 所以呢 这个美联储这个降息几乎是已成定局 那么市场趁着这一波降息之前 开始之前先往下掉一波 之后再往上拉的可能性也很高 但在历史上这个美联储降息开始之后 总会伴随着市场的大跌 那是因为都有一个经济出现比较大的问题 像上次的COVID 那么这次会不会往下掉呢 也许会 但是到目前为止 我并没有发现一些比较特别大的这个经济上的问题 虽然说最近就业开始冷却 但是并没有冷却到这个市场一片哀嚎的境界 所以我个人认为现在的这个市场 暂时还没有这个大跌的这个问题存在 所以这一次美联储降息会否市场出现大跌 目前仍然存疑 可能性并不高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每一次这个大跌或者每一次这个回调 都是我们的买入的机会 比特币跟这个股指都是如此 比特币甚至完成了一个吞噬型蜡烛 吞噬掉了上个星期这个红色的蜡烛 所以这个走势呢 对于加密货币来说 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走势 那它在周线上的RSI 也开始突破一个下行压力线 这条下行压力线 之前假突破两次没有突破过去 现在再次突破 突破之后回调 再继续往上冲 可能性是很高的 所以即使这个星期有所回调 很有可能下个星期也会开始拉盘 所以现在加密货币的走势应该说相当不错 而且很多的山寨币仍然处在这个低点 仍然是一个入手的好时机 当然了 大家也要保存的一定量的现金 防止出现这个之前前几次降息之后市场的大跌 我们拿一些现金在手上 以防出现那种大跌 一旦大跌就可以慢慢的买入 毕竟在这个降息呢 就是这个打开水龙头的开始 也许在一开始的时候流动性仍然不足 所以市场往上冲的冲进可能不是特别的大 但是到了后中后期 比方说到明年年中 很有可能呢 市场就会大幅的往上涨 所以呢 现在的下跌很有可能就是为了之后更好的上涨 好 那今天这个视频我们也不多说了 就先说这些东西 这个其他的山寨币最近都很走的比较的惨 像以太坊这两天也走特别的惨 相对于BTC已经是再次的掉到他的这个下行线的这个地方来 之前在这个下行线已经接触了无数次了 123456第六次啊 那么像这种下行线下跌呢 以太坊对BTC交易队啊 这个交易队下跌意味着以太比特币相对于以太坊要非常的强势 要非常的强势啊 那么如果以太坊掉破这个下行压力线并不是借末日啊 一般来说掉破这种长期的下行压力线会砸掉很多人的这个止损 很多人止损呢就放在这条下行压力线的下方 砸破之后很容易形成一个bump and run的形态 那就是先掉破 掉破 然后呢再重新回去啊 所以往下走看起来是一片深渊 但实际上呢离底部我个人认为已经不远了 所以以太坊的强势暂时来说可能要受暂时来说可能看起来比较烂啊 但是呢从长远来看现在正是筑底的好时机 所以现在也是买入的好时机啊 其他山寨币也是响应着以太坊的这个走势 相对来说都比较弱啊 他们的下跌呢 大家可以慢慢的去超 因为像山寨币什么时候到底啊 特别是以太坊之类的之外的山寨币 什么时候到底没有人知道 像这个川普币他到底什么时候到底 没有人知道 这个像这种小币 我都不敢投太多的钱 一般像这种小币我就买个几百到一千美元最多 他要是掉没了我也没有办法 像那些比较大一些的山寨币像SOL 我可能会买多一些 因为这种币归零的可能性并不高 特别像SOL在欧美这边比较受欢迎 所以像这种币呢 他变成零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好那这个视频 我们暂时就先说 祝大家在新的一个星期心情愉快 我们就在下一个视频中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